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九皇圣诞 从这个九月初一开始到九月初九 这段时间是我们华人比较圣诞的一个节日 叫这个九皇圣诞 又叫重阳节 大家以为重阳节就是九月初九是重阳 实际上是从九月初一过到九月初九重阳 九为阳 阳为阳 所以是双阳 双阳为重阳 刚好到九月九是两个九 所以是重阳节 重阳节有个什么规矩啊 就是古人叫登高节 这个上高山 你这个附近这个能够去的高山 像我们的金马轮呢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这个五七芝麻山呢 也是高山 那是我们最高的山嘛 你去登高 古人叫登高远望 现代人就是丢失了真正的 我们古代的和生命实际上有关系的这个内涵 所以说远望就是以为登高 拿个望远镜看远一点 古人的远望叫高远 就是去高山上 然后从头顶 眼睛往头顶摆绘出去看 往高处看 然后把自己的浑神 把自己的这个灵 请出去 到天上往下看 但是这个叫高远 这个叫高远 远望 所以是因为你到高山上 海拔两千米 或者更高的山上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省了这个低微空间 往上上两千米 三千米这样的高度 所以是这个重阳登高 远望是回家的意思 这个回去我们自己原本的家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知道自己的寿命要尽了 可以通过修炼着北斗七星法来延寿一切 但是此法的核心机密 我今天公开给你们 这是让你们真正认知什么是道 不是让你们拿去玄动 当然你要真正的 要学会这个方法 要来求道 古代讲求道 一定要来OSS这个教学平台 来学北斗延寿的方法 那他前面还有很多付诸方法 才能够使寿命真正的得以延长 为什么我们的北斗 大家礼敬北斗 礼敬北斗九皇 那么可以延寿 为什么重阳节又叫老人节 老人节什么意思 就是好死了你 叫老人了吗 对不对 好死了你要干什么事 求寿啊 严寿啊 不是不想死吗 不想死你要严寿啊 严寿要干什么 拜九皇啊 所以是 这都是一连串的 不要说 为什么定九月初九为老人节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是偶尔人规定的吗 我们华族文化不是这样 西方文化它有人规定的 我们东方文化都是有出处的 都是有重要的和生命相关的意义的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